下保胎 肯定不知为何 穿了这么漂亮的衣服 肯定整个人都很紧了 看到湖峰的布姿 就知道补刀未老了 修哥之所以穿上这套粉红装促健身 是为了下个月中秋节 在洪馆举办的 90型金秋无盘奉送演唱会 试衫做好准备 好友陈淑芬也有来探班 又大赞修哥相当有型 当然了 演唱会有著名服装设计师 陈华国粗得和 保保修哥穿得满意 这套是不是开场的衣服 是 根据服装师来说 他说这个开场是最好的最好的 那就开场了 听说你演唱会嘉宾很多 有80个 那衣服是不是都这么多 会不会都 不是 不是 所谓80个 有些朋友又说 上来一起唱一下 结束的时候 大家一起高兴 有80个人上来 不是80位嘉宾 不过他们上来都是嘉宾的了 别看修哥平日解眼淡淡 原来都有很贪美的一面 他希望靠服装遮掩一下身上幸福的小肚腩 又和大家分享他怎样运动练气和长寿的秘诀 平时是不是这段时间也有练习歌 不是这段时间 我一直就算没有演唱会 我一直都在唱歌 一路走一路唱一路走一路唱 这个是我生活习惯来的 生活习惯 平时都喜欢 就是男中又可以唱两句 没错 不是间中 是 经常都唱 是 还有一件事 听闻说 唱歌可以令人长寿的 所以就算不喜欢唱歌也好 都要唱几句 天天地唱会长寿一些 修哥准备开展示之制 日前不幸弄弄膝头歌 幸好没什么大碍 希望他早日康复吧 都弄傷了脚 不小心 是 是 有时候有些叫意外 不小心弄傷 总有 不过无所谓 无事 是 弄傷拱部歌是不是 是 无事 是 之前拍摄的时候弄傷 还是排舞那些 太兴奋了 是 是 是 不要紧要的 无事 未来的演唱会 亦都在这个场地 可能都要注意安全问题 是否都会 知道会简化了程序 听闻主办当局说 原本有些事情就在头上的 所以现在就疑后少少了 是